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冒险者 启程之前 先来听个故事吧 那是一百多年前 奥莱吉诺大陆最黑暗的战争年代 战火所及 一切都灰飞烟灭 在大陆陷入毁灭的边缘时 一位年轻人朝极北之地进发 去寻找传说中的魔法圣地 启示他 我等你很久了 卢克斯 卢克斯要学习的是契约魔法 他隐藏于契约寿石中 等待命运选中的人来窥探他的奥秘 掌握了契约魔法的卢克斯 将一种无限的可能带回了海费城 从此 在大陆的各处出现了手持契约书的冒险者 他们使用契约魔法与强大的士灵缔结契约并肩作战 如今 我们称那些使用契约魔法的人为契约师 那边的契约师 潜网约女士 初次见面 我来自古远游诗人 我在海浪中 隐约看见你即将到来的命运 请在这本空白的书上 写下你的名字 或许它会变成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像是前面就是海封城 你准备好了吗 一切的开始和终结 无法逆转的 终结 无法逆转的 终于靠岸了 哇 对了 你不是说 是的 看来 我们就要在这里分别了 真是个神秘的女孩啊 点击任务栏可以自动旋路 新的冒险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去问问看 大家要不要作答 你们你们自己的状况 要 pork吃 你不可以自动 隔音 我们自己的状况 你不可以自动 阮盛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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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试音 你 moved 你以为能跑得掉 弗朗西斯 相互认同后提 作为一名契约师 在对七月书宣誓那天起 就必须维护原则 即使是圣灵团团长 也不能违背 我必须跟上去看看 杰克 看你还能往哪儿跑 杰斯达克发乌 狠狠发乌 可恶 哪儿来的杂鱼 杰克 给我干掉它 只有用实力让你明白 破坏七月的后果了 别着急 让我先介绍一下战斗技巧吧 士林卡牌右下角的数字 代表召唤它需要的法力水晶 法力水晶会随着时间流逝 作为肉盾 巨熊有概率能免蓝色区域 是士林可投放的范围 选个合适的位置吧 居然挡得住杰克的子弹 汤姆大卫 你们也给我上 技能不消耗法力水晶 但每场战斗只能用一次哦 用法力护盾保护怀特 这样再多的伤害都能抵挡了 糟糕 敌人越来越多了 用炼狱结剑来消灭它们吧 炼狱结剑是对氛围内敌人 持续造成伤害的 很厉害吧 哥哥 哥哥 克鲁 这是在哪儿 太好了 我又一枪崩了这个混蛋 这次算你们运气好 下次 可没有下次 multipl hierarchy 再继续 这次可能我们想 украї 在增加 已经 我 新的任务已经开点击剧情按钮 打开章节界面 点击荒野壁垒卡牌 揭取关于克鲁点击按钮 查开点击按钮 揭取任务 注意哦 只有完成士林的主线任务 才能解锁该士林 千万别忘记了 打开章节目 是谁 鬼鬼祟祟的 给我出来 你知道他在哪里别急 那他现在岂不是很危险 杰克 对了 这个嘛 刚好路过 无意中听 总觉得哪里不对啊 算了 还是先追上杰克再说 要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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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